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大家好 我是Vinder 这次有幸入选月光特务 特别感谢那些一直观看我频道的人 才让我有动力继续做到今天 也欢迎在频道影片下方留言 能为各位解答的部分 我也会尽量帮忙 当然 据玩家的立场 还是希望橘子能够稳定更新 不要再脱根了 也希望至少一个月能有个稳定的活动 但上次巧克力活动 真的很母堂 我本来有问月光小编 有没有要特别宣传的 小编表示尊重以我为主 并接受各方批评 那我就来补充韩版BOOK3.7 上周未补充到的再多说明 装备转换 目前官方提供转换的范围 1. 提示同属性装备 2. 提示同制作材料的装备 何谓同制作材料 例如和平月光石图系列 或者未来台版开放的 胜利战役系列 以此类推 米尔坎塔 单人副本 入场最低等级为LV80 每天可入场10次 可携带宠物及伙伴 死亡则视为失败 但不会有经验惩罚 如果连线异常断线后 可以重新再进入 会以剩余时间继续 每次挑战完成后 可爬升一阶 并可获得药水材料等 伙伴系统 看到这企鹅 这熟悉的感觉 莫不是我搭腾讯 伙伴契 统一改成 宠物弹的形式 并可永久使用 在商城内 可以以金币 或者蝴蝶购买 伙伴等级 由一般到英雄 伙伴类型 包含旧有的 加新增 总计有115种 伙伴Buffer 依据等级 类型的不同 能力也会有所不同 例如可增加 能力值 抗性 负重 对怪物或角色的伤害 防御等 伙伴饰料 将以高级饰料 取代旧有的 改成使用后 一段时间内 无限吃次数 能够跑腿仓库 伙伴合成 5个不限类型 同一等级的 可随机合成为 高一等的伙伴 这项改动 让伙伴 不再只是失去功用 更为战斗中 增加不少搭配选择 期待未来宠物系统 也能有不同的面向 副本组队 还在筹多人副本 找不到队友吗 扭曲副本 随机组队的机制上线了 害羞 后没队友的我们 再也不孤单 其他上次提过 跟我认为不太重要的 就不多提了 免费手游 不是买断制 无论用多少手段包装 经营的本质就是赚钱 认清这点才能玩得愉快 也请官方端出适合的菜色 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套路 让人硬吃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冰德 我们下次见 拜拜